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集的好想Talk 我是Jeff Yamaha在2014年推出了全新的運動街車車款 MT0系 那它其實是用來接替前一代的四缸街車FZ6 從原本的四缸車型轉換為現在的雙缸車 它其實樂趣並沒有大打折扣 CP2的雙缸引擎搭配輕量化的車身 其實營造出來的樂趣 不會比前一代車款還要差很多 它在全世界也繳出了非常不錯的銷售成績 那這顆CP2的雙缸引擎它到底有什麼樣的魅力呢 今天就讓我們H1MOTO一起帶大家來看一下 這顆CP2引擎它可以說是Yamaha現行在運用上最有廣泛的引擎之一 那除了MT07之外 還有在場的XSR700 Terrine 700 以及YZFRC 它都是用這一組CP2引擎 那這具689cc的水冷並列雙缸引擎 有著73.4p的最大馬力 以及67牛米的最大扭力 那為什麼很多人都說 這一顆CP2引擎 很好上手很好玩 其實我們可以看一下它的扭力輸出圖 大概在2000轉的時候 就有著接近50牛米的扭力輸出了 那隨著轉速的攀升 大概從4000轉到8000轉 都有著超過60牛米的扭力輸出 所以它的扭力平原可以算是相當廣闊的喔 那其實這個轉速帶也是大多數的人最常用的轉速帶 所以它不管在四區還是山路 都有著那種動力隨傳隨到的感覺 基本上你在路上遇到90%的車 其實超車應該都是輕輕鬆鬆的 那其實這顆引擎啊 還有一個我覺得蠻值得一提的特點 就是它在設計上其實非常的緊湊 你能想像嗎 這是一顆700cc的引擎 它可以做到這麼小 像它的氣缸以及具油箱 它是採用一體式的設計 那它整體的機械結構相對於四缸的引擎 也來的更簡單 所以它的保養費用其實也來的更便宜 更重要的是 這一顆CP2引擎它的妥善率非常不錯 大家可以做一下功課 其實國內外很少有聽聞 關於這顆引擎的災情 那國外甚至有07論壇的網友表示喔 它騎了66000英里 中間也做過一些換油啦 空律等一些比較基礎的朋友 騎那麼久它還是頭到裝作 有史可見這顆引擎真的是很勇喔 開玩笑 我超勇的好不好 那這個CP2引擎喔 過名思義 Force Pan 2 就是十字驅首的雙讓引擎 那因為它特殊的點火角度 它可以創造出 跟我們以前熟悉的V2啊 或是L2 非常類似的引擎聲浪 比起我們在路上看到 不管是R3啊 或是冷四 那種比較單薄的雙讓聲音 它聽起來更為混厚 當然呢如果改個管的話 應該會更好聽喔 那時間過得很快喔 到了2016年 YAMAHA也以MT07的架構 推出了這台XSR700 那其實說穿了 XSR700就是MT07的新古典車型 所以透過它重新設計的 這個圓形的LED頭燈 以及儀錶 油箱還有它的側 其實都經過重新的設計 那它的座椅也從 原本MT07的分離式座椅 改成現在我們看到的 一體式的椅墊 不過受限於它車下造型的關係喔 所以它的座高 從原本的805mm 變成了835mm 對這台車有興趣的朋友 歡迎到全台各地的YMS 去試掛看看 看看這樣的座高 你行不行喔不OK 然後又過了幾年 在2020年底 YAMA YZF R6宣布停產 很多人就會一直在想 它的下一台車 後繼車款會是哪一台 結果沒想到 YAMA推出了這一台 雙鋼車型 YAMA YZF R7 而且我們也做過一些評測 針對R6跟R7兩台車的評測 有興趣的朋友 歡迎點我們的網址 去看一下我們之前的影片 這台R7基本上就是 以MT07為架構 不管是車架 以及引擎 都是沿用MT07的 不過它在懸吊上 做一些補強 包括前方的41mm 全可調的倒叉 後方的話 搭配一組 中式單槍後避身 那它也具備 預載以及灰灘阻尼可調 不過很多人可能沒有注意到 R7它車架 中間這裡 以前MT07 它其實這裡有一塊 類似飾板的這個物件 MT07的話 它是採用塑料的材質 R7的話 它其實是用一塊 扎實的金屬 其實安裝這塊 有一點類似 汽車安裝那種 強化拉桿的概念 多了這一塊 對於車身本身的剛性 其實是有非常大的注意 那當然操控性也會有所提升 那我相信還是有很多朋友可能會覺得 這個CP2的引擎 高轉速的延伸性不足 不夠刺激 可是如果我們單就引擎本身的特性來探討 這顆引擎它本身的低轉扭力 其實非常充沛 如果把這顆引擎做成越野車 那應該蠻有看頭的吧 於是YAMAHA在2019年就推出了這台 Caneric 700這台正統的拉力越野車款 大家可能會想 不過就是 換上這個酷酷的殼 這個酷酷的短風鏡 這個酷酷的燈 把它懸吊加長 這樣就好了嗎 並沒有喔 其實它的車架 雖然一樣是鋼管的架構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 它其實本身的結構 比起不管MT07還是R7好 都更為醜用更為複雜 另外它在前方的兩邊 也有這條L型的補強的鋼管 這個補強鋼管 放上去會讓它整體的車架 看起來有一種 比較類似那種雙搖籃式的車架 讓它足以應付更為險峻 更為基業那種惡地的地形 你以為有這些就夠了嗎 那其實它在懸吊的部分 當然也沒有在馬虎了 除了前方有這組 全可調的43星 倒立式前叉 那後方當然也是採用 全可調的中置單槍後避震 那也有搭配多連桿 不過更覺得是 不管在前懸吊 以及後懸吊 它的行程分別有210mm 那後方也有200mm 這種非常長的行程 那再搭上它 前21吋後18吋這種 標準的越野配胎 在面對任何在崎嶇 在惡劣地形 都讓它有效吸收衝擊 如履平地 不過也因為它採用這種 正統的拉力越野的車型配置 所以它座高其實也來到了 875mm 那它本身205mm的車重 其實一般的男生可能 低於170以下可能會真的比較辛苦 那以我145公分 其實還是要墊腳 墊不少 所以如果對載車有興趣的朋友 還是建議到全台各地的YS去試掘一下 看這樣的座高你 合不OK行不行 那車廠呢 共用同樣的平台 同樣的架構 不管是它的車架 它的引擎 這個趨勢呢 不只在兩輪 其實在四輪其實也算是行之有年了 像在90年代 那時候的車廠 不管是四輪還是兩輪 它們推出的車種都是算是 比較多 比較廣的 而且它們之間彼此 零件的泛用性沒有那麼高 那這樣的好處可能是 有些人會覺得說 個性上會比較鮮明一點 那當然壞處的話就是 萬一有一些這台車可能 停產了 它可能因此斷料了 要修的話 光找料就要找很久 那相對呢 現在這種共用大平台的車款 它在維修上 當然會方便許多 不過Yamaha直接用它的CP2引擎 直接推出的四海車 不管是運動街車 復古街車 那或是這種跑車 或是現在這種 正統的拉力越野車 這會讓人家很期待喔 這顆CP2引擎 未來是否無限的可能性 那不知道之後 它還會用這顆引擎 推出哪些車款 如果大家有哪些想法 或是有希望推出的車款 也歡迎在下方的留意處 告訴我們 那以上就是我們這一集 針對Yamaha CP2這顆 十字曲軸雙彎引擎的講解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幫我們訂閱按讚加開啟小鈴鐺 如果你喜歡文章類型的報導 也歡迎幫我們的Facebook粉絲專頁按讚追蹤 那我們的粉絲專頁 也會不定期的推出一些新文章 那跟大家分享一些關於車輛的知識 我們這裡是H1MOTO 我們下次見 掰掰 наверное 拜拜 戶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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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